听众朋友们他说他三月份的修屋顶一直不断的漏水 那他是一个condo嘛 但是呢他一直跟HOA讲 哎我一直漏水你赶快来修 结果呢找了一个人来修屋顶 修了五次还修不好哦 那现在又是打给HOA说 哎请问一下五次还修不好 我的床都已经被滴湿了 那现在谁应该负责任呢 HOA要负责还是修屋顶的人要负责 他找谁追究才是对的 像HOA的保险公司 作陪就可以了 像这类案件的话 这个HOA他们都会买一个保险 所以的话跟HOA里面要这个保险 因为HOA的话是属于公共的保险的公司 他应该会购买这方面的 因为他的实质而赔偿的 所以你告维修公司不一定能告得到 因为的话他你不知道HOA叫他们修什么东西 他没有修好的话并不是完全他的责任 当然了HOA的话也有一定的责任 就是说已经是知道住户有问题了 你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做修理 而导致租客这个member里面的受损 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HOA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该会cover这方面的损失的 再次感谢我们邓宏 邓律师祝你中秋节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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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